世界百懂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al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讲我们有新的消息新的video 您都会第一首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我们这个video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维多利亚省的这整个的技术移民部分 那当然我们之前 已经有在澳洲的技术移民的分享会 已经一连串了把全澳洲的所有的技术移民都分享 但没有特别专注在维多利亚的 那有些人对于墨尔本情有独钟的 特别给我留了言 那我在今天在这个video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因为维多利亚在去年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是澳洲所有的省份和区域最严重的 那相对它的 一般来说我们的想法是最严重应该是更开放 那其实倒过来 它反正一定会是一定是会在两个极端 要么就是很开放 要么就是很紧缩 那我们刚好现在的维多利亚省的州政府 它是往这个比较紧缩的方向走 那不是说不行 那只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否在今年的五六月七月过后 会不会再放宽 我们不晓得 那当然以前的维多利亚省 其实是非常非常放宽的 那当然自从三四年前澳洲移民局 澳洲整个国家政策 把这个移民这个名额总配额紧缩完了以后 也要求雪梨和墨尔本 把他们的移民要求给再缩紧一点 那希望新的移民可以push他们到一些比较 其他的地区 让其他地区可以比较正常的平衡性的去发展 这个在国家政策上面应该还是对的 Anyway我们来看一下维多利亚省的移民政策 好那这边是他的进来的第一页 他们有提到就是这一年2020往后到2021年的 那基本上就是到今年的7月6月底 那你要做Victoria的申请的话 第一你当然一定要他的原本移民局的EOI要申请 然后一定要去维多利亚省做他们的register of your interest 所以叫ROI OK 一定要做这个ROI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让大家看一下ROI长什么样子 那他们不太困难 所以你一定要做两个 这是维多利亚省一定要去做的 其他的省份不一样 每个省份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做完EOI 然后拿EOI的ID 再去做维多利亚省的ROI 一定要这么做 OK 那他整个process 基本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你要一一先做完EOI 再去做他ROI 然后他们会觉得你的东西不错 他们会email邀请你 然后都OK 你就要去付他们的nomination的费用 然后他整个过了以后 你再去申请到第四这边来 就是整个home fee 就是移民局的这个正式的申请出去 那里面的要求 当然里面我们技术移民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subclass491 一个subclass190 那当然两个什么差别 190比较好 他直接就给你PR 但是他要求非常非常之高 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那你如果不能达到的话 可能也要往491 491的话 先会先给你五年的临时签证 然后在这五年当中 你只要达到年薪 有三年的年薪 53,900 那他们可能有可能会上调 或者下降 应该一般来说会上调啦 那反正就是他的最低标 53,900 现在来说 那你三年 这达到三年 你就可以转这个subclass191的签证 比较PR 那491的另外好处是 虽然他要求你住在便宜地区 但是他还是同样会给你某些程度PR 拿到瑞卡 或者永远拘留的一些benefits 比如说像medicare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registration的process 这边很重要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你可以看他往紧缩的方向 他并没有往开放的方向走 我们开放 我几个例子来说 开放的话就像上礼拜开的 这个南澳的技术移民政策 他整个就开放了 全部都开了 你只要来五年等等等等 什么都wave 掉 什么就开放了 那维多利亚史呢 完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是往紧缩的方向走 那昆斯兰是在他应该在中间 他现在开放全部都往投资移民 一直去吸收投资移民的 那技术移民他还没有完全的去开这个部分 那维多利亚的话 基本上而且他更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走到技术移民的话 只有这几个窗口的时间 这几个窗口是非常短的 一个就是1月5号到1月11号 这都已经过了 2月2号到2月8号 所以今天我录影的时候 刚好2月8号应该已经也是过了 然后如果2月19号你没有被邀请 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下一次就是3月2号到3月8号 都是一周 通常都在每个月的第一周 然后4月是4月6号到4月12号 然后5月是5月4号到5月10号 所以他现在只有公告到5月 6月怎么样不知道 估计后面会有其他变化 所以你要申请维多利亚省的 你的ROI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放进去 没有在这个时间点放进去 他们根本不会去收 不会去consider任何的这些application 那后面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申请491或190 所以我们来跳过来看一下 第一点我们先来看190好了 那190当然是最preferred的方式 因为190你是拿到PR了 对不对 谁不想要直接拿到PR呢 但他非常非常麻烦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年龄 no problem 你事实的一下 宇文也一定要在亚斯6最低标 那他维多利亚这边有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最update最新的三个月内 at least 12 weeks at the time 所以你的亚斯一定要在申请前的12周以内的成绩 他才能收 而且很麻烦 因为去年的疫情完了以后 你需要去报考啊 你都会往一个月 一个月半两个月后的时间去报 那你曾经没有出来 你也不敢去放ROI 因为不过 所以很麻烦 这是一点麻烦的地方 好那居住这不是问题 你只要居住在那边六个月以上 你要证明你的租约啊 你的一些水电费啊 网路费啊 证明这些 那工作的话OK 这边是重点的 因为这边工作包含了occupation OK 所以你一定只能在你的 你是在health 或medical research里面工作的 在申请前这六个月 他才会邀请 OK 所以根本其他的 而且你在nurse里面 他们只邀请这几种nurse 在这几个人之外的 他们都不要邀请 所以非常非常之少啊 他的这个邀请的 这个筛选的方式 是very very narrow OK 那当然这就很麻烦 那你工作部分 你就需要有你的工作的合约 contract payslip 你的薪资单 你的superannuation contribution 你的job description important detail 接下来一个更麻烦的 skill assessment 当然我们职业技术移民 一定是要技术鉴定 我一直在频道里面说很久了 但是Victoria 一样 Please ensure your skill assessment is valid for at least 12 weeks at the time of submitting your visa 所以呢 一定又要在12个礼拜内的 职业技术鉴定的 才收 那这个非常难控制啊 怎么能 怎么难控制呢 比如说有些人做那个 技术鉴定 他的时间点 跟你考雅士的时间 出了那个 出来的result 时间点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还要去 衡量那个 他开的那个ROI的那个window 然后又要在12个礼拜内的 哇 这真是太强人所难了 非常非常困难 这就是我讲的 他紧缩到极限 非常难啦 我到现在还没有 从他1月开了以后 我知道有人申请邀请 但是我身边没有看到有人 有人可以成功的 那finance他不需要什么finance 那后面就是你的commitment 你要交你的CV出来 然后怎么申请 这我们前面都讲过 所以这非常困难 那如果当然190不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挑到491 491给你五年签证 然后达到三年的那个 最近薪资要求的话 就可以转这个191变PR 那他全面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异呢 也是在这个employment 和occupation地方 那当然他occupation比较广 还有就是居住的 你一定要居住在regional Victoria 你不能住在Melbourne 你不能住在Melbourne 然后三个月 ok 那他的occupation就包含了health medical 这跟刚刚190一模一样 那接下来是life scientist life scientist也是科学家 在那个lab里面研究抽鞋 什么一大堆 然后agri-food 农业和食品业 digital sector IT Electronic工程系厨师什么的 那就没有了 所以非常非常narrow 非常非常narrow 然后要求的这些工资证明的资料 也是一样 职业鉴定也是要在12个里 12周以内的 雅思也是要在12周以内的 雅思对啊 都要在12周以内的 所以非常非常之困难 那我说的困难不是说你没有这些背景 而是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就算是一个医生好了 你要拿到职业鉴定 然后雅思时间都要在12周内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3月的第一周 4月的第一周 5月的第一周可以送交 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再加上你已经在Vetoria 在那边工作的 三个月或六个月的 然后你又签证足够时间的 真的真的很难 那大家要问说 为什么Vetoria省要这样子做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很简单 因为Vetoria省肯定已经知道 在他的大数据里面 就只有那些人可以申请 所以他已经先把 帮那些人把所有东西都设计好了 所以就等那些人申请了 Anyway 您对Vetoria省的这个 周担保技术移民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 Vetoria省的这个技术移民 那也希望未来 可以再更开放移民 不然这样看起来 真的是太困难了 那个时间的拿捏 怎么抓到那么刚刚好 根本不可能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才想申请 更不可能 Anyway 我们下个video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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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